至於在天氣方面也帶大家來關心 今天來說的話呢 水氣是相較比昨天來說是少了很多 幾乎只有集中在北海岸呢 還有在宜蘭這邊 稍微容易會有一些飄雨的現象 但整體來說影響性不大 那我們來看看這未來幾天 天氣上面的最新變化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呢 包含呢像是在今天來說 受到高壓回流的影響 所以呢會開始逐漸的回暖 那白天高溫在今天可以來到20 21度左右 那尤其呢到了週一週二的時間 白天天氣狀況又更穩定了 在北台灣高溫是可以上看到25到30度左右 那至於在清晨晚上呢 低溫是只有15 17度而已 那至於到了禮拜三 提醒大家又冷空氣會開始增長了 而且呢這波又再加上封面的影響之下 又會再開始漲溫轉雨 尤其在週四北台灣低溫 還是下灘10度12度而已 提醒大家在週三之後要做好保暖工作 那在中南部來說 這幾天的天氣來關心 在明天來說呢 中南部一樣也是好天氣 高溫可以上看到29到30度左右 那一樣呢是在週三的時間開始啊 受到封面跟冷空氣的影響 可以看到呢 連中南部的天氣也會被影響到 包含週四 清晨晚上低溫只剩下15 18度而已 所以透過圖表也幫大家來統整一下 這幾天天氣上面的最新變化 好天氣呢 持續到週二是受到高壓回流的影響 那另外也提醒大家 週三到週四呢 受到冷空氣南下的影響關係 所以呢這段時間中部以北 東半部地區都會開始降溫轉雨 提醒大家在這波最冷的時間點呢 有機會下彈到10度左右的低溫 那至於到了週五的時候 這波冷空氣呢 才會開始逐步的減弱 氣溫也會開始回升 所以再度提醒大家 其實下週的天氣來說啊 還是變化很大 好天氣持續到週二 週三週四又會開始轉溫了 那到禮拜五的時候 天氣狀況才會好轉 以上是這一節的最新氣場